施欣欣欣, 你在做什麼? 我們在這裡吸收陽光底下的仙氣 這樣就可以閒大運了 不用太複雜, 選對門就可以了 門?隨意門嗎? 是奇門論的八門, 分別是優生雙道, 景死驚開 優門、生門、開門分別可以幫助我們人員 財運、事業 不過也要跟隨我們的生肖和集吉日 做特定的增淵運動, 才能開啟三道門 牛年行大運也沒那麼容易 楊仁師傅說我熟暑 我想問我選什麼吉日 去哪裡可以行大運? 今年是熟暑、熟馬、熟透、熟雞的朋友 今年人員運和桃花運比較弱 更多是非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好日子 三月十九全日, 去海邊、散客布 或者做一些水上活動 可以增強桃花運和人員 又或者我們可以在三月十九 晚上的七點至九點 我們選一個海景餐廳 一起吃飯、嘴嘴, 更加好 楊仁師傅, 如果熟龍、熟狗、熟牛 熟羊這四個生肖的朋友 做什麼活動可以增淵? 今年這四個生肖來說 財運比較差, 用於破財 我們只需要三月十九 下午五點至七點 做一些增運活動 例如我們可以種植樹、種花 又或者助養兒童 又或者我們家裡舊的衣服 其實捐贈出去 都可以增強財運、生意興隆 很厲害 很厲害 師傅, 我是熟猴子 為什麼活動是最好的? 生肖熟虎、熟猴、熟蛇、熟豬的朋友 今年的試運比較反覆 只需要選三月二十日 下午三點至五點 做一些增運活動 例如我們踏單車 就可以開啟我們的試運 師恩, 還不開始? 指導 加油 開始 很辛苦 但為了增運, 沒辦法 再見